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也會看到像這樣的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樞紐分析表跟前面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 第一個 它裡面除了有什麼呢 那個 產品的名稱之外 產品名稱裡面也有哪個年度 有沒有 每個 就是把它 劃分成兩個年度 另外的話呢 還有分區 那裡面的話 統計它的那個單位台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面 所以呢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要使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第一個啦 你要產生 它要的這個欄位 比如說要統計兩個年度 那你會發現 這邊年度總共101年跟102年 不同的年度有不同的 銷售情況 第二個呢 是產品名稱 第三個是區域 那第四個就是什麼呢 單位 它賣了多少台 OK 那總共會有這四個 欄位 那這四個欄位 如果說你要把這四個欄位呢 做交叉比對的話 那其實 就必須要用到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因為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簡易 報表裡面呢 你要去分析它 就會有很多問題 比如說這邊 產品名稱如果要把那個什麼 單位再放上來 這好像沒有欄位可以放 所以呢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還是利用什麼樞紐分析表 所以 再來怎麼樣 油標一樣放在這個樞紐 就是那個資料的其中一個儲存格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說我要做出類似長這樣子的一個樞紐分析表的話 這邊有示意圖 你可以參考 第一個的話 給它來源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出現像這樣的一個樞紐分析表的設計工具 那一樣 我的習慣是用拖拉的 反正你就把那個 你需要的這個上面的欄位 拖拉到你要放的位置裡面 那主要是這三個 就是這個中間的框框裡面 欄指的是上面橫向的部分 列指的是縱向的 資料就在中間 OK 所以你要怎麼顯示的話 其實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設定 那在講這個之前 順便再看一下 它的那個樞紐分析工具有沒有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 上面其實有有這些啦 其實顯示啊 這個區塊 裡面當然有一個什麼欄位標題 這個還有什麼加減 那待會我們如果說要讓它 功能顯示不顯示的話可以從這邊設定 其中什麼欄位清單 像剛剛好像有同學不小心把它關掉 關掉好像可以從這邊關掉吧 OK 它不見了對不對 它想說 點下去沒有了 糟糕了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看到上面有一個藍位清單 你再按它一下 它又出來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樞紐分析工具上面的相關功能 也許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要做出來的那個樞紐分析表長這樣子 長這樣怎麼做 請記得一個原則 這邊叫藍 這邊叫藍 所以特別說 上面橫向的 這個叫藍 所以 這個東西要放在藍標籤 這個是列 所以要放在列標籤 可是列標籤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產品 一個是年度 那我要怎麼放 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 我可以把什麼產品 名稱 我們先從列開始 拖拉到下方 放開 這邊一樣會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 我們的 產品名稱 那區域的話呢 把它放在藍 你會發現 它出來 列跟藍出來了 再來的話我要統計什麼東西呢 我要統計那個 幾台 賣幾台 所以單位台 放在池 放開 這個時候 直接要出現 那接下來的話 可是 它離那個我們要做的還有什麼 年度嘛 所以你可以 再把年度有沒有 拖拉到哪裡 特別說 它會是在那個 就是 產品的下方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產生的話 你可以把年度放在 產品 名稱的下方 它就會下一階 100 102 當然 這個是一種做法 如果未來你是以年度為主的話 你可以把年度拉到上面 放開 你會發現有沒有 101 102 所以 哪一個為主 你就是放在上方 哪一個 微負的話 你就把它放在下方 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做完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要改哪些地方 第二個 這個做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加減 為什麼會有加減 你有年度的話 這邊不是有加減 如果你這個加減不想出現的話 這邊不是有加減 按鈕 按掉 它不見了 就是沒辦法收折了 OK 如果要收折這個要再打開 那藍位的那個 標題的話就是什麼 這邊有個什麼藍標籤 列標籤 你想說 這東西是什麼東西 怪怪的不好看 點一下 不見了 有沒有 再點一下 又出現了 不過理論上這個不太會動它啦 那你想說 那如果我不動它的前提下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叫藍標籤 好像不好看 這個藍標籤指的就是這個區域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區域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一個區域 所以這個是指的是區域 那列標籤的話指的是什麼 產品名稱 所以點兩下 特別是要點兩下 產品 名稱 OK 好 這樣就改完了 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再改哪些地方 我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有些地方是空白的 空白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沒有銷售紀錄的 那可是沒有銷售紀錄呢 放著一個空白 感覺怪怪的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如果這個空白就幫我補個零就好了 怎麼空白補零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希望呢 這個空白補零那你想說我自己輸入可不可以 很抱歉 我們無法變更樞紐分析表的這個部分喔 OK所以記得喔你不能說自己打一個零上去喔 這個沒辦法輸入喔 在這裡不能輸入在哪裡都不能輸入 那怎麼辦 把它複製到或的再改改嘛 當然也不OK 記得喔如果你裡面要把它變成零的話 請記得有一個功能 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上方有個選項 有沒有 這個選項喔 選項裡面喔你找一下就有這個功能 按一下選項 然後呢它會出現什麼呢 若為空白儲存格 顯示為沒有 你可以如果它零的話變什麼 顯示為零就好了 OK特別最後選項裡面請你把它補個零按個確定 好這樣的話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空白都變成零了 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是希望這邊也是這樣我的習慣都是喜歡用千分位啦所以你們待會做千分位符號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常用裡面千分位 就是再把它改成千分位樣式 但是它會出現這個緊字號表示寬度不足怎麼辦 先 把那個小數點去掉 小數點去掉 因為它要小數點 第二的話呢請你把 B欄到F欄選起來 在B欄到F欄中間點兩下 任何一條線點兩下 它再拉寬了 不過它拉寬之後來 變成千分位符號之後 它不會是零 它會變成一個 減的符號 OK 那當然一般我們 就是一般像那個 報表會計啊 等等的 其實也都用這樣 那一道也無妨 OK 所以用千分位符號之後 零就會變成減號 好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還有一個步驟 我們就完成這個報表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你再把它設計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我們加一個樣式就可以了 我們用哪個樣式呢 我們基本上我看一下這邊 跟雲端接近的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我就把它改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好了 OK 就是中等深淺裡面的綠色 當然如果你不用這個顏色 你可以自己自選一個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 把這一個 報表先完成一下 順便了解一下樞紐分析表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對 最後那個工作表名稱 你就是叫樞紐分析表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 給他一個 就是 把 那個工作表3名稱改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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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